这个裤子还买大了 不过没事 我给你买了衣服 扣着扣好 扣着扣好 没事啊 我给你买了还有牛仔裤 好吧 咱们再试一下 你趟上试一下 看一下 没事 我还给你买了那个鞋子 我们再试一下鞋子 鞋子一定要擦干净 多帅 爸 去年有没有给老妈买新衣服 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是啊 不是 什么样的 复古风 什么叫复古风 就是让你妈穿去年的 小阳哥我们讲讲今天的穿达灵感吧 衣服就是一个绵的 外套 短款的 这男款女款啊 男款 男女同款啊 男女代可以穿 好好好 裤子呢 就是大妈非常熟悉的 裤子 嗯 但那你这裤脚不太一样啊 啊 假的这个裤脚 这个裤子可厉害的用 是吗 这个裤子是巴黎实装袖上面的 一个袖长的裤子 我的妈 明星在穿 嗯 买不到的 你知道我怎么搞的 啊你咋买到的 我自己剪的 我买的这个裤子 然后自己剪的 原创设计 这我花多少钱吧 嗯花多少钱 500多块钱 500多块钱啊 真剪了 搞定了 对 鞋呢 就因为这个裤子 我妈还给我逮着 大阳哥你跟兄弟们说一下 今天的穿搭灵感吧 穿搭灵感 嗯 鞋的我弟们 阿珍 爱上了阿强 裤子我弟 啊那衣服呢 衣服也是我弟买的 那那那大总是自己买的吧 那是我习买的 你问衣服 因为我对衣服就没得比喻 嗯啊 捡到什么穿着 那你问我余句 问我余句的这个 那行 那下期当时 那嘴上来 啊 当又怕又爱老婆的大阳哥 被小阳哥强行撬开嘴 让美女品牌方亲手喂米粉 本以为大阳哥是不想 没想到最后大阳哥的人设 竟然直接翻车了 你这样搞就没意思了 我都没用你 他自己张开 你给他闹啥的 我都没用你 哪没用你 我要是用你了 我是畜生 你告诉你 你想喂就喂我 我根本都没用你 你敢进我安递吧 现在大阳哥还死不承认 接着下一秒就直接暴露了 自己想喂 快要喂就喂 喂喂了 这是真正的 来来来来 我就不动 快点快点 这下大阳哥一直以来 数语的正人君子人设 彻底崩塌了 也不知道这次回家 会不会被捕 我立马说 我现在真的图腾 你说我叫蓝总 我没蓝总 你叫我蓝总 你说你在品牌方 你们在品牌方 搞那么好干嘛 谁要当个好人 你卖蓝总 你会叫女模特来 干什么 那这样 这个模特 你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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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 我来看 我来女朋友 就在那看 你们看小杨哥 这个见兮兮的样子 不知道是被老婆 叫醒的太多 还是被小杨没冲破了 心理防线 一直坚持不懈的 想着发的坑 自己亲大哥 这个是难夸 我给大家吹 你一定要展示展示好 展示来 你还一起展示来 老妹拉不上吗 我拉了扣一扣 老妹自己扣 我给你帮忙 那老妹没人拉不上 老妹 那老妹你帮我拉 哈哈哈 我真拉不上 老妹看 这个品牌方是真大胆 一下子就派来了 三位穿着奔放的女模特 兄弟俩顿时手足无措 就连投铁的小杨哥 都在疯狂请示官方 问呀问呀 这个行不行 问办法这行吗 这个 问问到没有 快赶快问呐 想个让 兄弟们不是我不让 我怕我 你我骗你干啥 人家穿这个 我听吗 你不闹得玩吗 你干什么 终究是挡不住兄弟们的软磨硬炮 小杨哥也是硬着头皮介绍起来 这个他们是这个 宝派的这个宝懒的衣啊 哈哈哈哈 这个 你看看这个啊 这个就很好看 这个 这蓝管啊 这个 你想什么呢 这是蓝管啊 这个 你看 他这个 这个 这个叫 韩阳荣啊 还是不是韩阳荣的 暖和就是 护咱们的这个 后卫 哈哈哈哈 袜长有这么长吗 小杨哥看到里面的袜子以后 马上就不淡定了 这是什么袜子 别人卖的家居服 你看看袜子 袜子 兄弟们说的 兄弟们说的是吧 对他们说不要穿船库 这个 这个是吗 他这个 你看 他们女生 拉丝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是拉丝 你眼睛是真尖啊 我在现场都没看见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哪里是拉丝 你真没看见 假没看见 兄弟俩 差点就把直播竞完美了 兄弟俩 我给你看看 我穿什么 欧丝的裤了吧 是的 我自己 我为什么现在穿这个 我以前 我以前我穿内裤的时候 我的俩子当嘎的 因为我这个比较大 我这个比较大 讲错了 不是 他说他的腿 这个腿屁股比较大 屁股比较大 我看一下 裤子 他其他那么内裤啊 嘎当 这嘎当 或者卡在里面 这不舒服 但是这个呢 他不一样 你看 他这个是 把这个东西给他 鼓进去了 不那大瓶 你们看啊 无痕的 你看 然后你看 这里面是韩苍山寺的 你们看看 他这个为什么是粥的 因为他可以把你这个东西 给他兜在这 兜在这里面 哎 像我的就兜在 然后甩着很舒服 我给你们五条 五条呢 有一条你可以试穿 对 做吧 你今天买回去 你试穿感觉不舒服 把他试一下退 啊 这个拿去给狗穿 我问他自己的还穿着呢 自己还穿 我一拳动 我给你 啊 你要不穿 你讲话都不必要老 一个字 绝 小杨哥带货安心裤 兄弟俩的奇葩行为 直接把直播间 众多粉丝整物语了 我把探了给兄弟兄看看啊 哎哎哎哎 你搞整风了吗 不是你可能你不喜欢那样玩套的吗 对不对 你不喜欢那样干吗 你再说我 我到套头上 套头 套头又又疯了 套头 上来给我降来 你降啊 你再降啊 这样子一下午就 你要封一尽去起封 那能套头 往上再掏呢 不再说 你再说 别别别别 这种人什么样干出来 别跟他酱啊 不是啊 我曾经我就听我便说 都说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大主播说的 还是挺大的一个主播 我今天说谁 但是我今天如果在这说 这主播肯定也挺尴尬 说一句什么话呢 必须把小哥给搞搞 小哥不搞到我们都做不起来 我就奇怪了 他说这个主播说 必须把小哥搞到 小哥搞不到我做不起来 说我们都做不起来 你想想啊 他每天都播 我就周二跟周六 为啥我周三周四周五周天不播 你搞不到 你直播间没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了 对不对 说明你做的不行 说明粉丝他还不认可你 你不能从我身上 你不能因为你做不起来 从我身上找 能在小羊哥的语气中 听出许多无奈 为了给其他主播让出更多流量 小羊哥之前 也是把一周直播三天改为一周两天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其他人的变本加厉 我从来不会觉得 我只会 我们要不断学习 我也说了 我在不断学习 对不对 因为包括我现在卖东西 选品 我都是在不断学习 能选择给大家最好的 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 什么我第一 我永远都是盗所 不会因为自己一时的成就 就沾沾自喜 一直都是谦逊待人 这样的小羊哥 你们支持吗 我只会被下车的 我只会被他在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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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码